偷开儿子肚子摔死孙子,比武则天还要狠,历史上有哪些残暴的皇帝?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中国古代是一个有着5000年岁月的国家,同时也是一个封建社会,而权力最高的莫过于皇帝,在古代出现过494位皇帝,他们性格各异,有的成为千古一帝,有的成为亡国之君,甚至有的皇帝非常的残暴。 今天小豆芝就来盘点一下十大残忍的皇帝,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权势,杀死了自己的孩子,因此为人们所诟病。 但是事实上,武则天并不是最残暴的皇帝,有个名为石虎之人,此人才是当之无愧的暴君,他曾经亲手剖开儿子肚子,摔死自己孙子。 石虎是凶残可怕的杰族之人,为十六国时期后照第三位皇帝,石虎是个性情暴力之人,而他的儿子石宣,也继承了他的暴力状态。 桀骜不驯,石虎觉得,这样一个皇太子,或许不适合当皇帝,他应该改立另一个儿子石涛为皇太子。 不过,石虎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这样的想法,石涛的死讯便传来了。 原来,石萱知道石虎的想法之后,便派自己的手下去杀死石涛,并且他的眼睛戳烂,肚子戳破,弄得血肉模糊,然后将石涛死亡的消息告诉给了石虎,石虎悲痛欲绝。 于是派石萱前去为石涛收尸,石萱看到了石涛的惨状,心中高兴不已,大笑而归。 消息传到了石虎的耳中之后,他才知道,艾子知死为石萱所为,心中愤怒不已。 于是派人将石萱软禁起来,严刑拷问,经过一番审讯,石虎还获得了一个新的消息,石萱甚至有谋权篡位的想法。 石虎彻底坐不住了,他人扒光石萱的衣服,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,像牲扣一样把他反绑在铁柱上。 之后,石虎又命人抬来一个大木槽,把残汤剩饭全倒进草里,让石萱像猪一样去舔食。 最后命手下不分白天黑夜用鞭子抽打石萱,只打得石萱鬼哭狼嚎。 不仅如此,石虎还命人拔光石萱的头发,割断他的舌头,砍去他的手脚,挖去他的眼睛,剖开他的肚子。 最后,命人用绳子拴住石萱的下巴,用鹿炉吊到柱子顶端,四面放火,活活烧死了石萱。 即使做了这么多,石虎还是不解气,他甚至将石萱的骨灰分洒在个十字路口。 让万人践踏,人随风扬伞,石萱虽然恶毒,但是他的儿子年幼可爱,并没有犯下过错。 可是石虎却没有放过这个孩子,直接将孙子给摔死了,这样的一个人无疑是可怕至极的。 秦始皇是我国的第一代皇帝,他横扫六国,有统一天下的魄力。 他晚年时期追求长生之术,甚至残暴的对待百姓,发明很多残酷的刑法,导致百姓生活在痛苦中。 因此他是千古一帝不假,但也是一位暴君。 商周王是商朝时期的皇帝,他性格暴力乖张,执政期间荒淫无度,大肆地欺压百姓。 甚至为了享受建造酒池和肉林,让很多男女赤身裸体的在这里嬉戏玩闹,十分的不堪。 他和爱妃苏达吉不惜残害忠良,使很多无辜的大臣死在他们奇葩的酷刑当中。 他们发明了肉酱的刑法,肉谱刑法,还有袍洛之刑,手段十分的残忍。 最终商周王因为他的穷奢吉欲导致国家灭亡,而他也自焚身亡。 夏捷是夏朝时期最后一个皇帝,他是一位脾气非常火爆的皇帝,在为期间欺压百姓建造各种豪华的宫殿,广施暴政,破坏农业生产,勒索其他国家。 导致民不聊生,后期人们无奈之下只能送给他一位美女魅喜,再见到美人之后开始了每日贪图享乐的生活。 他为魅喜建造了豪华的宫殿,不思进去,导致天下生灵涂炭,最后惨遭灭国。 承吉思汗是历史很有魄力的男人,不过他也是一位手段很暴力的男人,他的军队如杀人的机器,所到之处片甲不留,很多无辜的百姓死在了他们的手里。 而且承吉思汗有仇必报,无论是老儒妇儒都不会放过,因此当时的百姓非常的畏惧他们,只要听到承吉思汗就会吓破他。 隋扬帝是隋朝时期的亡国之君,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,本人很有才华,他在位期间广修亭台楼阁,豪华的宫殿,甚至建造人工海,打造大运河,开创科举制度。 他做的这两件事情对后人影响很大,不过他在这个过程劳民伤财,使人们生活苦不堪言。 同时,隋扬帝还是一位暴力荒淫的皇帝,父亲的妃嫔,全部被他占为己有,甚至广寻美女,据说他的皇宫有的美女要排几年才能排到他,由此可见他的后宫是多么的庞大。 正因为他的暴政和苛刻导致人们无法生活下去。 最终奋起反抗,导致天下大乱,最终隋朝在混乱中灭国。 吴泽天,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,她从一位才人成为一代女皇非常的厉害,她一路走来,手上沾满了鲜血,甚至为了后卫不惜杀害自己刚出色不久的女儿。 她和李治一同管理朝政,对那些反对她的大臣斩尽杀绝,毫不留情,为了能成为皇帝,不惜对李治的子嗣下手,导致好几位皇子死在她的手里。 吴泽天为了能巩固自己的皇位,不惜重用库里周兴,她兴风作浪,喜欢玩弄权术,甚至虐待女性无数。 导致朝廷乌烟瘴气,后期吴泽天圈养男宠,使他们为虎作娼,因此,吴泽天也是一位很暴力的女皇帝。 孙昊这个人物并不是很常见,他是三国时期吴国最后一位皇帝,他非常的暴力,甚至以杀人为乐,经常虐待嫔妃,把宫女的眼睛挖出来,还扒掉他们的皮肤,手段十分的残忍,他十分的荒淫无度,到处施行暴政,最后被杀死,吴国也被灭国。 北七皇帝高扬,其实北七时期的皇帝基本上没有正常的人,他们个个都是非常暴力荒淫的人,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百姓非常的倒霉。 高扬暴力无敌,经常以杀人取乐,甚至愤怒的时候会在朝廷上杀人,可以说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皇帝。 诸侯赵是明朝时期的皇帝,其实这个朝代的皇帝脾气品性都不是很好,他是从小被惯坏的孩子, 他在位期间荒淫无道,经常和一些人不务正业,甚至建造了暴房,里面都是一些美女和宦官,每日纸里面尽情的玩耍。 在漫长的古代史当中,以殷刻残忍著称的开国皇帝并不显见,而就暴虐和无耻的程度而论,后梁太祖朱温算是其中的翘楚。 朱温生于婉堂,自幼顽劣狡诈,凶悍无赖,因此经常遭到乡亲们的鄙视,等到皇朝聚众造反后,朱温便追随他南征北战,并逐渐成长为军中的高级将领,皇朝攻取长安,建号称帝后, 禁拜朱温为铜州防御使,并命他防御河中节度使王仲荣。 882年,朱温因作战失利,遭到皇朝的斥责,猜忌,于是便在王仲荣的劝说下,转而投降唐朝,并被唐熙宗赐名为朱泉忠。 次年,朱温因参与讨伐皇朝有功,出任宣武军节度使,由此揭开逐鹿中原的序幕,等到唐昭宗礼也即位后。 朱温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。 此后,二十余年间,朱温以大梁为中心,不断地兼并周边的藩镇,并频频插手朝中事务,最终竟能占据大半个中原,挟持唐昭宗,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。 随着权势越来越高,地盘越来越大,朱温竟滋生出篡位称帝的野心,并因此派亲信朱友公、世书从,蒋玄辉等人,是杀唐昭宗,904年8月。 朱温是杀唐昭宗后,又福利棉幼的黄九子李柱为帝,视为唐哀帝。 此时,拥戴唐氏,反对朱温的忠臣们还很多,为了除掉这些人。 朱温竟然听从谋事李镇,宰相柳灿的建议,把以裴叔为首的公卿重臣30多人全部杀死在白马懿,然后抛逝于黄河之中,经此一事,朝堂上再无人敢于反对朱温的篡位计划。 在彻底清除完朝堂上的反对势力后,朱温终于迈出篡位建号的步子,于907年4月逼迫唐哀帝善位,随即创建后粮政权,唐哀帝退位后,河东、建南西川、凤翔、淮南等地番帅仍拥戴他为皇帝,并继续使用唐朝年号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朱温维防止唐哀帝东山再起,便派人将其毒杀,朱温一味靠杀戮一己和威逼皇帝来获得皇位,再加上人品卑劣不堪,所以对于他的称帝之举,不仅劲敌李克用、王剑、李茂贞、杨行逆等人不服气,就连他的兄长朱全玉都看不过眼,就在朱温准备受善事宜,宁有司在前殿进行布置时,朱全玉冷冷地瞪着弟弟,然后恨恨地说道, 朱温,你算个什么东西,也有资格做皇帝。等到朱温篡位建国后,又在宫中大摆宴席,与亲友们大肆庆祝,兴致高涨之余,便要求和哥哥一起治头子赌博。 没想到朱全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然后趁着酒劲将头子砸在盆子里,大声怒斥道,朱三,你本是荡山的一介草民,唐朝皇帝欣赏你,命你做四镇节度使,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, 可你这四镇灭掉唐朝三百年设计,实在是人面兽心,我看你将来会被灭足,还用赌博吗? 朱全玉如此诅咒弟弟,本来只是句气话,没想到最后竟会一语成谶,且说朱温建位五年间,其实并没有享受过多少的舒心日子, 与占据河东的李克用,李存旭父子熬战多年,非但没有将对方消灭,反而使得本方圣少败多,江土日宿,让其毫不心交,而此时,围绕储君之位的争夺,亲子与杨子们之间矛盾重重,也给帝国的安危带来巨大隐患。 朱温晚年,因为欣赏养子朱有文,竟想把他立为太子,并打算贬出亲儿朱有归,以防止他争位,不巧的是,朱温的计划被朱有归的妻子张氏探知,后者赶紧派人通知丈夫,并让他尽快采取行动,朱有归既愤恨父亲,不肯传位给他,又担心被贬后会遇害,最终一狠心,决定是父夺位。 912年6月,朱有归与左龙虎军统军韩晴一起闯入宫中,并命马夫冯廷恶试杀朱温,朱温绕着大殿内的柱子躲避追杀,但最终因为年老体衰扑倒在床,被冯廷恶用刀穿了个透心凉,当时毕命,朱温试杀唐昭宗,唐哀帝,最终却惨死在妻儿刀下,这也算是一种报应了。